今日AT个股推介 建议大家留意金山软件3888 选择原因是 美国联储局11月以息预料会停止加息 加上中美关系有望趋改善 利好新经济股等增长型股份的表现 其中制药、三司和设备类 近日已获得资金追捧 股价急升 在资金热炒之下 预料软件股有望接力炒上 股价股份是关注金山软件 市场底好金山AI办公将会提供新增长动力 公司具备大语言模型能力的人工智能应用 WPSAI 已在9月正式面向社会开放 轻业证券指出 WPSAI产品的功能增强 预计将会为办公室业务提供持久的价值提升 付费用户规模和Apple有望提升 金山软件产品加入AI语言模型元素 预计2024年开始商业化 郭星征券指出 如果按照PC版设备付费用户滲透率15%的计算 Apple升幅20-100%去测算 预测公司个人订阅业务年收入增量 有望达10亿至30亿元人民币 为办公室收入带来24-75%增长贡献 走势上金山软件受制于3月延伸以来的下降轨 近日在26元区存稳整雇 策略上建议投资者可以分住吸纳 以捕捉公司AI办公商业化带来的机会 第一个吸纳位可以hold 26元附近 目标先看下降轨大约是29元 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角达 卡